立法會鐵路時宜小組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 討論沙中線紅磡站月台鋼筋被剪短的事件 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卓雄說 在2015年和2016年 港鐵總經理Aidan Rooney和工程總監王維銘已經知情 和港鐵的說法又出入 潘卓雄說已經將80GB的影片和相片交給警方跟進 鄭溫瑩報道 運防局局長陳凡武賴 港鐵主席馬時亨沒有來 禮頓和紮鐵商范信都沒有來 洛石市的中科興業潘卓雄成為主角 也是他首次和港鐵公開同場 港鐵之前說管理層到傳媒揭發 先知鋼筋被剪短 後來的報告就說 王維銘是在2017年1月 收到中科向禮頓發出的投訴信副本知識事件 不過潘卓雄說早在2015年 已經有總經理之情 其實他每個星期一都會限地盤 那個高層其實最少三次詢問過我 剪短鋼筋情況有沒有停止 而我們都有回答他是未有停止 那個高層叫甚麼名字 那個高層是Aidan Rooney Aidan Rooney是沙中線土木工程總經理 他的上級工程總監王維銘 2016年尾也和潘卓雄通過電話 在電話對話裏面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而我在對話的察覺我覺得他是知道的 不知何時支有出入 連究竟有多少個螺絲頭被剪都差很遠 港鐵說發現大約有20處 多個議員也都展示不同傳媒的相片顯示有些螺絲頭未上實 港鐵說可能是施工期間拍攝 而北面隧道因為嚴重漏水要鑽開石屎重現的時候 拍到裡面螺絲舞的膠塞還在 打完石屎之後有沒有看到有膠塞沒有被拿走 剛才泰國有些地方的鋼筋是沒有連接到的 所以有膠塞留在這裡的情況也是有機會出現 我們這個監督方面在這個北面隧道的位置 是真的有所不足 我們會檢討 是有所不足還是失職呢 有議員質疑如果委託協議的條款和高鐵一樣 政府根本無權不給錢承建商 罪問政府會不會給錢禮頓 政府說要稍後回復 有線烈士記者鄭泳瑩報導